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呢比较出名的就是大家再提到他就是这张图 在LA据说他也有两个豪宅吧 那这是在超市买菜给在家做饭 那这是一组图 那肯定是自己家里人故意这么来讲的 那张艺谋七十二 所以这是他 这是那一代那一代的 就是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 在中共体制之下 明 力 才 气 放在一起时 一个人的无能为力的演变 他的成功的过程 就跟中南山成功的过程几乎是一样 就我什么意思 他完全不搭嘎的专业 对不对 那张艺谋成功的故事 老景也好 大红灯楼高高挂也好 那他是从最质朴的角度出来 当他成功之后 他拍的是什么 他拍的是两届奥运会的 对吧 两届奥运会的导演 对不对 拍的是英雄 拍的是完全去迎合 今天的 全力的 全市的一切 当然他倒霉呢 就是他生了好几个孩子 罚了款了 罚了款之后 习近平又说 你得生再生 接着生你生你生 他给他罚了款了 当然钱是不是还给他 不知道罚了他三百多万 这是很有趣的 钟南山也一样 钟南山 二零零二零三 北京非典之后 那时候他出的名 那时候他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专家 然后呢 等这一次 他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就变成 现在张艺谋 这就是共产党洗脑的 真正的本领 人们在苟且偷生的过程中 泯灭自己生命的良知 只能泯灭 因为共产党是魔鬼 共产党魔鬼 那提到张艺谋是因为呢 今天整个这个在在 我看在百度上 知乎上 百度知乎还有哪儿 几乎都是他 都是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的原因 故事的原因是跟这个电影有关 满江红发表声明 什么资本控制投票 投票房 无奇之谈 然后这就是发表声明了 幽灵厂 偷票房 买票房 资本控制 抄袭 那原因就是他 大年初一开始放这个电影 据说呢 他的声明里说呢 说国内反应很那个 很那个 我没看过这电影 因为我只是看到 国内突然的 突然的火爆起来 那另外一个比较就是争持呢 说他是抄袭 他抄袭了这个 龙门标局 龙门标局应该是个老电影 抄袭龙门标局 所以无论从剧情 从这个从那个 如何如何 那人们讨论的很厉害 有人说呢 说不是抄袭 有人认为龙门标局呢 就是一个商业片 那他 这就是国内东西 那他呢 就是另外 就改了 改成勾的人了 这就是知乎里面的 对吧 那你就像说 实际上说了 这打开什么东西 都是臭肉 你讲龙门标局 讲他抄袭就抄袭 你下头弄个女人堂 那干嘛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这个 那我们就讲抄袭 所以就 这就是火爆的原因 所以一个是 是这个故事 另外一个是他造假 那人们评价蛮多的 就是评价 有人说呢 此地无因三百两 你就如何如何如何 大概讲述的是 这么个风头 所以这个风头刚刚开始 那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炒作 说句心里话 让一切都是为了钱的说 三百六十招 三十六招 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五天 任何一个套路都可以 对吧 无论是粘的 损的 说的 赞扬的 怎么样都可以 只要能够把票房 轰上去就行 这是 这是今天的人们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是今天价值观 所以他是不是 是不是抄袭了 龙门标局 但是呢 当他在社媒上火爆的时候 这就成功了 那他是不是抄袭 是不是如何 那只要在社媒上 就这么滚动 老让他保持三甲 对不对 所有这个 只要满江红这个标题 在上的 就是三甲 只要在三甲 就行了 有人因为这个原因 看这片子 有人因为那个原因 看这个片子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套数 但是呢 所以张艺谋作为总导演来 作为导演来讲 他当然愿意让这个片子 包括他 你们讨论我也无所谓 他都72了 他这个东西都见过了 所以你讨论我什么都无所谓 你只要让我 让你们讨论的 今天破五吃饺子的时候 你骂我的 骂我的 赞扬我的 你们因为我这个电影打起来的 我就高兴 那赚钱是这么回事 那 我没看过这点 我就牛脸看了一下 他的基本的评价 有讲好的 讲好的呢 说话基本上是套路 是套路话 那骂他的呢 我看评价 骂他挺多 19万多条 在这个 在这个豆瓣上 19万多条评论 我希望我没看错 骂他 就说一篇子 159分钟 里面找的都是 喜剧演员 我看有个唱 说馅的 就是那谁的徒弟 有说馅的 那而故事用了满江红呢 那就是岳飞 结果讲的故事是 岳飞被害之后 四年 这个 秦桧 去跟金巫柱 是不是跟金巫柱 谈判 不知道 去谈判 这个时候 他的大营里就出事了 他的 他副主管什么死了 杀了 然后就开始查 对不对 就开始查了一头 就是一环套一环 一环套一环 就是阴谋 诡计无论 就套套套套套 套到最后呢 据说全军将士呢 朗诵满江红 写了这个秦桧对岳飞的感情 因为我没看过电影 我就 我就没办法评价 咱就没办法评价 但他下手的 就是张艺谋下手的 是岳飞在里头 岳飞在里头 那秦桧在里头 所以特别是当岳飞在里头 他应对着现在的状况 据说是抓什么卖国贼 抓什么汉奸 抓这个专闸 在现在的背景之下 这个片子这么放 如果我个人以为 我看完之后 如果看完之后 能看出过其中的 命运中的故事 就是张艺谋 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引游 去拍这个片子 但是在大年初一放这个片子 而以这样的方式 引起风波 引起故事的话 还一定是片子里面 有某些东西 说人说这是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连张艺谋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的东西 去拍这个图 连张艺谋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的东西 拍出来 因为他用了满江红 用了岳飞 去描绘的是秦桧 而作为一个王子 作为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朝 那他就牵扯到 跟现在的中共体制之下 这种天灭中共背景之下 中共国不是个国 中共国不是个国 所有的朋友 你没有 没有这个 你不是国民 你拿的证件叫居住民 你不是国民 所以这个国家是不存在的 但他的政体 一切的方式 是以国家的角度出现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令人感触的 迎合了他这个电影的时代 而这个电影 迎合这个电影的时代呢 里面涉及到是抄袭 是偷抢骗的一切 那今天中共国是抄袭 是偷抢骗的一切 而国家的本身 都是这样 所以我以为电影里头 一定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那张艺谋呢 就成为了非常典型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 就是毛泽东之后的 这一代的导演的魁首 他展现出来的价值观 他的命运的故事 画一圈 画回来 但要等我看完电影 才OK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